性子王阳淳有情啊 明日下头情商灵 秋节一闻一南平 鸟爷十四一判刑 奎妹脸上地上听啊 柚子老妈我爱您 其他女主如果说都是稍有遗憾 那柚子便是除了遗憾 那就啥都不剩了 性子那边是借不到的恋语 无奈的成全 约会换人王阳来 他想小表打把牌 别人那边像不白 这边决斗打打开 你马的专心约会呀 这种身材一气棒会跳舞的时尚女孩在你身边 为什么你还能想着和你好兄弟打牌呀 这就导致第一波的感情戏充满着无奈 小表喜欢性子 性子喜欢阿图姆 小表想要成全性子 结果直到剧场版分道扬镳了 这段感情也只是掩盖在友情之下 结果整到最后最敢追爱的人 你马的是还马赖人呢 至于说下一步的明日香 那啥我不是明日香黑呀 但是你这塑造的确实有问题呀 开局下套说你偷窥 终局恶多把你脱离 意见埋怨骂你有罪 最后耍气怨你不配 回笑自觉问心无愧啊 个人感觉不如恋味 你最后约时代出来表白 你压根就没理解过时代 你就没走进过他内心的十分之一 从头到尾都没有成长的 大小姐你成长 赵卑成长了 还好意思问时代你为什么不笑了 不是不是你和完腾翔 这帮人给害得人家早赢你起码啊 那从始至终都是支持时代 喜欢时代 你是女主啊 你学着人家 对比之下你看看秋姐这边 胸前亮足容貌妙 皮衣紧致厚野翘 外兽强力全场 抱啊成福贴心还有料 父母理解 借得到啊 性格外貌 我全要揭句一文啊 我在床里扭着笑话 太可爱了 太喜欢了 十六夜秋属于是我最喜欢的女主了 其次那是尤贝尔再其次那是鸟爷 年仅十六岁你能充满诱惑的味道 成年了又充满着知性的美 看见雪莉和清酒 不是啊 看见雪莉和谢哥裸油吃醋后不是抱怨 而是选择跟谢哥一样啊 他就学习了齐成折斗 去了解喜欢的人的爱好 而不是误会 甚至最后训练到参加比赛也不落下风 哇 这是啥呀 谁不想有个愿意理解自己爱好的女朋友啊 所以为啥性子和明日香的没能表白成功 但是秋姐可以甚至还吻上了 只能说他就配得上这个吻 再多人不配他也配得上 其实这一方面的鸟爷也是不成多让 吃饭照顾如贤妻 拉拉对付紧身衣 吃素可爱酸猫咪啊 青梅正宫吻一批 如果说秋姐是啊有股韵味呢 小鸟就是最适合做妻子的角色 会做油马最爱吃的决斗饭团 会照顾油马的生活 温柔从始至终相信着油马 支持着油马 唯一的问题是他才14岁 我这边30多部16月秋的本子 来来回回看了不下五遍 但是小鸟的本子我是一下都没碰 这罪恶感太强了 你要是小鸟的妈妈了 那还行呢 起码 不对呀 那我要是看两个人一起的本子 那14加32再除二 卧槽 这平均年龄23岁 这事成年了我就没罪恶感 所以这加起来就很容易看出来 到了A5 幼子的人设为什么是这样 那就是参考了小鸟和秋姐 这种成功的案例来设计的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这A5的剧情的问题 所以这幼子就不得不成为了 这剧情的牺牲品 幼子被抓走了 我得去追呀 我追到了 你妈又被抓走了 你想去其他个次元 你那么换个理由 次次都是幼子被抓走了 可那演西游剧呢你 就整的虽然知道这俩人心意相通 但他妈就跟QQ上网恋一样 这戏份不是被抓了 那就是被抓的路上 人设不足 更别提 史卡的歌冰立月能减索 荣和寄生虫这种恶心的操作了 甚至漫画的剧情的女友 还成自己妈了 我这可是可质生的 生到了第四个才把男主生出来 你第一个生出来男主也行 这第四个 你这多少次 你这 我们NTR爱好者也经不起 这种高级的玩法 就整到最后只能说 其他不还好 但是A5你就只有遗憾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请务必三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玩亲狗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